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接连出现病人离奇死亡事件 引起细心护士的注意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身边隐藏着一个比撒断和邪恶的恶魔 语歌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惊悚片 故事发生在1996年的宾州某医院 一位男护士发现一位原本病情稳定的病人 突然无端抽搐心脏肉挺 大夫连忙赶来对病人进行了急救 注射肾生腺素 心脏按牙 心脏电击处缠 人最终还是没能救回病人的性命 一转眼七年过去了 2004年新泽西州的帕克菲尔德医院 女主是这里重症监护病房的夜班护士 她工作尽职尽责 对病人极富同情心 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这次又不惜违规 擅自将病人婆婆的丈夫留在了病房中 陪婆婆过夜 果然爱了院子的说 好休息时院长新招了个经验丰富的男护士 帮女主减轻负担 进职进职的女主 及时有着炎症的心肌症 没病人分身时又发了病 胸闷 悬晕 喘不上气来 坐下来缓了许久 女主是个单亲妈妈 家中还有两个女儿 因为腰伤夜班 晚上只能雇人陪宝和睡觉 再次去医院检查时 医手说 女主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 要尽快做心脏移植手术 并且要在家静养 不能在工作过度劳累了 但女主还需要再干四个月才有医保 养孩子也需要钱 不能休病假 医生只得让她将病情告诉女儿 万一在家中出意外 也能获得救治 虽然还得继续工作 但新同事查理已经上岗了 女主给她热心的介绍了医院的情况 并教她如何登陆护士账号 从自动药品柜中取药 对查理果然是个经验丰富的护士 之前曾在多家医院工作过 其中一家医院 女主之前也救过职 两人还有共同认识的同事 两颗心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了许多 而查理也很有亲和力 对病人温柔又耐心 令人很放心 女主对新同事也很照顾 第一晚就与她一同分享了自己的便当 聊天中得知查理也有两个女儿 但已与妻子离婚 孩子分给了孩儿的妈 虽然有查理帮忙分担工作 但女主每晚无法陪在孩子身边 就算女儿小爱每天怨声载道 因此经常和妈妈发脾气 女主真是太难了 这间护理病人时 女主又发了病 一时间痛苦的不行 恰巧查理看到了这一幕 他关心的陪在女主身边 轻抚着女主的肩膀 让他随自己一起深呼吸 得知女主还有四个月 才能有医疗保险 这是女主听到最暖息的话 屏幕前的雨歌我都被感动了 所以查理被女主披上了衣服 并时常接受她上下班 然而这一天刚上班就得知 那位病人婆婆中午突然病情恶化 也将去世了 二人一起为老人处理遗体 查理说自己母亲就是在医院去世的 那时她还小 医院竟然把医体弄丢了 找到母亲时身上甚至没穿衣服 这件事对查理影响很大 死者家属将女主找出去说话 查理依然为婆婆悉心擦拭的身体 这一刻她是否把婆婆当成自己的母亲了呢 医学中间认为 这起死亡事件很不寻常 虽没有任何记性表明是人没的 但妹生死的流程要求 医院必须联系警方 于是黑警官与白警官 被教头在里调查这起离奇死亡事件 然而病人家属并不知道此事 婆婆的尸体已被火化 因为警员们到医院后 这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两位警员对此事调查后发现 查理七年前曾因非法入侵和骚扰被捕 但最后不知因何原因 被撤消了所有指控 因为时辰来女主家帮忙 此时查理已经与女主的两个女儿 成为了好朋友 两个宝宝和她甚至比女主还亲 医院召开紧急会议 院方律师要求 员工们接受警方询问时 要有医院代表在场 并暗示大家 不要乱说对医院不利的话 两警官找女主问话时 中途医院代表有事被人叫走了 警员借机拿出用谣记录给女主看 女主注意到 婆婆体内被注射了本不该用的胰岛素 这两位警员更加怀疑此事是人为造成的 没过两天 又有一位病人的病情突然急转之下 女主拼命抢救了好久 也无力回天 看到再次发病痛苦的女主 查理利用自动药品归的bug 为女主拿了一片药 她知道只要晚点安取消间 药品抽屉仍然会打开 在查理的建议下 女主与她一起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大女儿小爱 这样万一她家中晕倒 也有人能帮忙不打急救电话 如此贴心的查理 用错要致死的事会是她干的吗 两位警员决定查一下 查理之前在别家医院就职的情况 然而其他所有医院 却像商量好一样守口如瓶 不肯透露嘶吼信息 小黑警官找医院 也有药品柜里护士的取用记录 但院方却表示 这些机器只能存储最近四周的信息 黑警官明显感觉 院方在扣意隐瞒 直接和医院负责人怒吼着抱了出口 就因为这个不理智举动受到投诉 警方被监者兼有医院查案 这不让进医院案子还怎么查呀 尤其是警方刚刚拿到了婆婆的用药记录 里边除了胰岛素 还有不该用的地勾心 但尸体已被火化 没尸体就没法验尸 没法验尸就定不了罪 此时医院又出事了 一名年轻女患者病情急转直下 体内也发现了胰岛素 当晚便离开了人世 两位警察再次找到女主 直接表达了对查理的怀疑 她曾在九家医院工作过 却没一家医院愿意透露她的任何信息 这也太不正常了 这令女主也对查理产生了怀疑 莫非这些病人的损真和她有关 女主找到了曾与查理公国室的同事 前同事说 当年查理与自己公事时 每天都有患者意外死亡 后来在死者的生理盐水道里发现了胰岛素 储藏室里的好几道盐水道上都发现了针孔 有人向里边注射了东西 但查理离开医院后 再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看来此事果然和查理有关 女主爬了无数层楼回到储藏室 一道道检查 果然发现了意解就出事的生理盐水 本家有心机症的女主 加上突如其来的京剧 当场晕倒在地 醒来后发现 查理就是我的床边 险些当场下去是 她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恐惧 尽量不表露出来 上不知人的查理 却在身边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她 一个灵魂杀人摸在身边 谁给她医院继续待着 万一她给自己输胰岛素咋办 女主扯掉输业管 被查理送回了家 在家门口完整拒绝了 查理陪在家中照顾的好意 女主高途警方 药品柜着的药品取容记录 会永久保存 并非只有四周 为了不让更多病人被害 女主决定 把查理的取药报告 从阶级里调出 以此证明婆婆去世时 她取用了胰岛素和地钩心 但尸体已被火化 无法验尸还是不行 女主只得又帮忙找到 另一位意外去世女病患的丈夫 说同她同意开关验尸 棺材被打开的那一刻 丈夫难过地背过了脸 不忍心再次见到妻子的尸体 接下来的日子里 每次查理被患者挂上书页袋后 女主就将她偷偷换下 并为警方调取了查理的荣耀记录 尸体后发现 年轻女病患体内 也有胰岛素和地钩心混合物 因此导致的死亡 之前女子去世的头天晚上 查理从药品柜中 取用了胰岛素和地钩心 同样的取药记录有上百条 人有药品柜的报告上显示 这两个药品取消了 并没有取出 虽然女主告诉他们 这是系统bug 但想把一个人定罪 需要确凿证据 仅凭取消记录 是不能给查理定罪的 虽然无法给查理定罪 但院方知道此时候 不敢再继续用查理了 他们以查理入职申请表上 日期前期的小错误为理由 开除了查理 查理当然亲自 接受了这一决定 但这并不能终止他的恶行 以查理的一贯做法 定会再换家新医院 继续害人 女主到家后 发现查理来了 正在和女儿们息闹 瞬间脸梭大变 刚刚女主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吃了查理做的晚餐 女主担心女儿的安危 怒吼着将两个孩子赶回了房间 他尽量不表露出内心的变化 装作关心 与查理聊 他今天被辞退的事 查理说 自己来这工作 是想离他两个孩子近点 前妻却不让他见孩子 边瞎话说 查理给狗下毒 并表示 自己虽然无法在医院里 继续帮女主 却可以在家帮忙 照顾女主的女儿 给他做饭 女主听后 心里这个慌 却还得装作感激的样子 表示现在还能得罪去的 是自己的陪伴 不用查理再帮忙了 随后哭了出来 这当然不是感激的眼泪 而是被吓出来的 查理听后没有生气 既然这样 那就走吧 临走间 又说了几句关气的话 女主努力挤出微笑回应 心里却只想让他赶紧离开 查理走后 女主整个人 如同虚脱一般贪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为了不让查理继续危害人间 女主在警官的事宜下 给查理打电话 表示感谢 约他周六出来一起用餐 这当然是一个局 警方在女主身上装了监听器 想在女主的帮助下 让查理亲口承认他的罪行 这样才能给他定罪 坐在餐厅里的女主 心里慌得一批 查理见面后便表示 自觉已在另一家医院找到工作 今晚就会入职 与查理简单寒暄几句后 女主直接抛出了想问的话 你走后医院里其他同事都在说你坏话 我为了帮你辩护 和所有人发生了争执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并骗查理说 即使那些事真是你干的 我也不在乎 并想摸查理的手上 查理直接拍了桌子 给女主吓坏了 行 查理整个人沉默了起来 片刻后转移了话题 女主却仍然坚持 要和查理聊上一个话题 质问查理到底干了什么 片刻沉默后 查理以上班不能迟到为由 离开了饭馆 虽然没能让查理亲口认罪 但至少知道 查理下一家工作的医院是哪了 警方在途中劫下查理 逮捕了他 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 警方只能拘留他24小时 时间紧迫 两位警员连夜在查理寄下了审讯 但无论怎么问 甚至用激净法刺激查理 查理始终只回答三个字 I can't 这一幕真正把宇哥我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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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始终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尽管事实已经明摆着就是他干的 突击审计失败 明天就要48小时放人了 黑警官再次来向女主求助 经过一番心理挣扎 最终女主同意了与查理谈谈 他先让黑警官去对了查理手上的手铐 随便像之前查理对自己一样 将卖套披在了查理身上 对查理小致一枪 称自己永远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像查理这么善良的人 会去伤害别人 直言自己对查理说谎 背叛了他 这一定让他觉得更加孤单了 查理被女主的一封话语打动 表示自己只是真心想帮女主 女主说 我知道我仍然需要你的帮助 要查理说出真相 查理听后坦诚是自己做的 并说出了几个他下腰害死病人的全名 女主听后 紧紧握住了查理的手 为避免死刑 查理承认自己谋杀了29人 但实际受害者数量可能多达400余人 他从未解释过自己的动机 目前在新泽西州立监狱 服连续18次的无期徒刑 2403年前都不能深情假释 查理当了16年护士 他工作过的医院大都对他有过怀疑 但没有一家阻止过他 而女主做完了心脏移植手术 现和女儿及孙子们一起住在佛罗里达 《良心护士》是奈飞最新出品的犯罪经总编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出演这部电影的女主 杰西卡·查斯坦演技十分出色 将几场发病时痛苦的状态演绎得肉目三分 饰演查理的 埃迪·雷德梅恩也毫不逊色 影片结尾接受审讯时的那段 连续矮看的 堪称本片最惊喜一幕 吓唬了不少观众宝宝 可惜的是 这部电影节奏进程缓慢 说惊悚不够惊悚 半程便揭开谜题 导致悬疑气氛也不够浓 男主原型的人物背景 也几乎没怎么交代 若不是有两位演技派主演 真有点浪费了这么好的拍摄题材 今天电影不交代 也搁来说一下吧 影片的男主原型查尔斯库伦 于1960年出生 是家中八个兄弟姐妹的老末 在他还是强保中的婴儿时 父亲便离开了人世 17岁那年 母亲与姐姐又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在失亲环境中长得到他 从小经常被几个姐姐 和他们的男友欺负 9岁那年就有过轻生的念头 喝起化学药机自杀未遂 母亲的离世对查理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母亲死后隔年 克伦便能高中辍学加入了美国海军 但他的军力生涯也过得并不如意 在海军执行勤务几年间 饱受同仆霸凌 还经常在执勤期间出现精神不稳状况 多次企图自杀 进出海军精神病院 1984年 库伦出院后 花费两年门着护理学业 前往圣巴纳巴斯医疗中心 生生科工作 三年后结婚 并在婚后有了两个女儿 仍然好景不长 库伦因虐待宠物 和偶尔出现的行为异常 令妻子感到恐惧 并对他产生排斥 最终两人于1993年离婚 与妻子离异前 库伦就已犯下多起谋杀案 他亲口是那第一起谋杀案 发生在1988年6月 他先给一名药物过敏患者 服下过量致死型静脉药物 又在同一医疗机构 陆续杀害了11名患者 1992年 医院开始调查患者死因 库伦便辞去该院工作 转到了另一家医院 再远三年间 他以相同手法 让三位年长女性患者 服用过量心脏病药物地勾心 用这种方式杀害了他们 离婚后一年 没了给女儿赚取抚养费 库伦继续从事护理工作 转到了另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科 他顾忌重施 以同样手法杀害病患 每次医院开始调查病患的可疑死因时 他就会换到下一家医院继续工作 2002年 库伦的同事 因在拉一桶发现未使用的药物 对他产生怀疑 最后告发了库伦 但当时调查人员 并未仔细检视库伦过往工作经历 又无法找到足够证据 此案在9个月后被撤销 忍得逃过一劫 2003年 萨摩赛特医学中心 透过电脑系统发现 库伦曾拿着未开处方的药物 进入非他负责患者的病房探查 便有同事举报 经常在非他负责患者的病房看到他 最终库伦在同年12月12日被捕 被捕后 库伦声称 他杀好的这些患者 是因为想帮他们解脱 不想看到他们再受折磨 但后来经浏查检视 许多受害者并非重症病患 有些甚至已经可以痊愈出院了 至于库伦犯下如此多体谋刹案后 仍能在各家医疗机构任职的原因 是因为1990年后期 美国护理人员短缺 医疗机构也没有建立 识别具有精神问题 或有可疑行为医护人员的机制 且由于库伦对各种药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了如指掌 总能在危急时刻 做出证据的用药判断 令多家医疗机构 十分信任他的护理能力 说到底 男主虽然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 但那些明知男主有问题 却为了医院的利益隐瞒真相的医院 是不是有更大责任呢 相关制度不健全 是不是也有更大责任呢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 深夜曝甘不易 辛苦大家动作休暑准发 评论点赞支持一下 与哥感恩 与哥感恩